大家好,我是老游 东方卫视新一季的我们的歌又开播了 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期里面 大张伟和马家琪他俩合唱的这首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In another world Kiss me darling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爵士名曲 对于他俩的这个翻唱 没什么好评的 两个人唱得非常规矩 没有太大的特点 也没有什么毛病 仅此而已 就是把歌唱完了 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节目的热度 我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首流行音乐历史上非常经典的名曲 Fly Me To The Moon 这首歌 它是一首上过月球的歌曲 可以说也算是一个载人航天的文物了 翻唱版本也是不计其数 最早这首歌曲是创作于1954年 是由美国著名的词曲作家巴特·霍华德写的 这首歌的首版唱片也是录制于1954年 是由女歌手凯伊·巴拉德 他录制的 当时最早版本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n Other Words 就是换句话说 后来才被改名 叫做Fly Me To The Moon 那么这首歌曲最有名的版本 就是1964年由美国著名歌星 爵士歌王弗兰克·辛拉特拉录制的版本 就是这个版本 在1969年 美国宇航局 就是NASA的阿波罗登月任务中 这首歌曲就被宇航员一起带上了月球 真的就飞向了月球 当时前往月球轨道的旅程 需要在升空滑行三天 为了让宇航员在忙碌的任务之余 在休息的时间 可以有一些娱乐消遣 当时波音公司就为登月的机组人员 录制了一盘磁带 而在这盘磁带中 就收录了Fly Me To The Moon这首歌曲 现在这盘磁带已经成了 阿波罗10号登月飞行的航天文物了 另外我们再说一下 这首歌曲的词曲和它的风格 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简单 就两段非常浅显的言情表白 是一首典型的情歌 没几个字 也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含义 不过这首歌的旋律 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曲调非常流畅 也很好听 但同时又非常独特 因为歌曲里面 运用了两个吊式外音 声搜跟声都 所以它的旋律色彩 因为这两个吊式外音 而变得更加丰富 而且这首歌的旋律写作 手法也非常严谨 运用了比较严格的 这种下行魔镜 这个手法 所以旋律听起来 非常的统一 显得比较有章法的 另外从这个歌曲的 音乐风格上看 最初的版本 也就是1954年 凯伊巴拉德 录制的那个版本 是一首典型的 冰烹饪歌曲 就是Tim Pan Alley 是由舒缓的 管弦乐伴奏的 演唱呢 也比较抒情 那么1964年 由弗兰克·喜纳特拉 录制的那个版本 就把它改成了一首 爵士风格 采用了大乐队 Big Band来伴奏 所以这首歌呢 就成了爵士乐曲库中 被演奏的最多的 经典爵士乐曲之一 根据统计 说这首歌到1995年为止 已经被录制了 有300多个版本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要算上 演奏版本的话 那肯定不值 演奏版本应该说是 不计其数了 因为这首歌 在爵士乐领域 是非常有名的 很多学习爵士乐的 乐手 歌手 都会去演唱 演奏这首歌曲 而爵士乐的表演 大部分都是现场的 很多没有录音 所以说 这首歌曲 它被演奏演唱的 这个版本 次数到底有多少 估计 不计其数 更横况 大老师和小马同学的 这个版本 你们也没算进去 是吧 嘿嘿嘿 and that's the one I love you